紧定战场搞科研贴技时战出成果,军报记者讯,记者孙兴威,同讯员刘洁,近日,一场开辟通道演练,正在紧张进行,直接一名排到战士,双手受伤倒地后,他预及通过语音,现陪带的战队训练着能万表,发出了紧急呼救的指令。 扩现救护组搜救中端和后方保障群指控中端大屏上即可呈现不停闪烁的红色求救信号和伤员的位置。 这是解放军海军第905全军远程医学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的全军守火单兵战就训练,智能万表辆将杀场的一个镜头,也是该单位多年来践行练兵备战,提高战场类型信息化保障能力的一个缩影。 实施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旧保障,是我军暂时卫星保障研究的重点、难点,为不断探索战场救护新方法新手段,让保障对象和行动更在透明、快捷高效。 这个研究所课提早多年来坚持深入一线部队贴地战场搞科研,在与作战部队官兵同吃同住同眼同薛同眼中感知战保需求,激发创新灵感。 他们按照恶励作战环境下的战保议题,连载联保,集约管控,客室指挥的设计理念,通过极致公关,研制成功了极电子商票,人工智能,电子地图,物联网,战商模型,移动通信等新技术新方法。 与一身的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由腕表等智能终端勾建了作战搜救与指控平台间信息传输链路,实现了战场部分队搜救系统与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商员信息交互与战交态势的共享。 这款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具备要大兵标志验证,作战统一收拾,北斗微信定位,资组网等通信,电子罗盘,语音指令作业,语音转换播报,人体脉率监测,人体动静监视,语音智能呼救,火线商行上报,商员搜寻标定,室内商员定位,战就态势显示,战地心理疏导以及数据,一键销毁,遥控销毁等功能。 在演练现场,记者看到了当北斗微信定位失效时,作战答兵仍可利用战救训练智能腕表目标标会定位功能,对自身为止和当前所发现的商员进行快速精确标会上报。 除可及时,引导火线搜救行动外,亦可召唤火力掩护万优战士生命,这款腕表所具备的战术战救态势标的与显示功能,增强了我尊战保态势融合能力,可满足火线作战单兵,救护员,指挥员基于同一态势共享师徒开展围情保障行动的智能化可视化要求。 其中,扩现救护人员佩戴的腕带是腕表,如同一个小型的移动指挥所,让战场更加透明,将官兵更加耳聪目明。 课题负责人,全军远程医学信息技术研究所主任连平告诉记者,近期陆军军医大学为勤训练基地组织的全军演战医疗队战地商员搜救科目,规定的搜救考核时间为30分钟。 3只搜救小组佩戴上万代试万表,10分钟左右即完成了对所有战地商员的精确搜救任务,全程可需可控。 您的一键分享,就是传播争能量,来源解放军报记者部,中国陆军,爱帝,阿米81CN,作者记者孙星维通讯源刘健,刊期2018-27597,本期编审,钱小虎,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